OKOK OK啦齁 給他講話來 蛤 沒有這個在之前 這個喊就好像對就是 什麼特工廷 從宜蘭中花蓮 所以花蓮現在有個松圓別館 你們應該知道齁 再要去文化那個 那個那個 美倫 中山人那邊要到文化中心 那就是神風特工隊的 花蓮出航的 職場 就有點類似我們現在胡偉 松園 松園別館現在別館 那就是大方建築師 他在美倫的上面 要到文化中心那邊 在哪裡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去過 這個這樣子的這個是 其實就像宜蘭的那個 這個機場已經移危平地 一點痕跡也沒啦 好像是現在的宜蘭高公 還是什麼 舊址就是神風特工對 日本時代神風特工對宜蘭的機場 那這些訊息是誰告訴我 就是這個張文神告訴我 因為在松園別館他在 重新拯救 他們裡面有為什麼叫松園 因為他沒有很多 那個黑松只有日本 他只能看一下就看到海邊 對就從那邊出海 就是出去太平洋 就去炸美軍的飛機 就是神風特工對 那因為他那些黑松都是從日本移過來的 台灣沒有那個樹種 那所以他再重新 因為那些松樹都長得很好 所以後來花蓮縣政府就重新規劃 規劃的時候 那規劃完以後 然後所有裡面的布置成色 是找這位張先生去做 因為他這個也是很神奇 他是神風特工對讀了三個月對不對 然後就畢業了 因為投降了他就繼續去讀台中二中 因為張帕二水人他又去讀台中二中 他說那時候台中二中算是好 比台中一中還好 就是好像很多高材人都去讀的 讀完以後後來就再繼續讀哪個法律系 然後是讀比較法 那時候才講了一段很有趣的歷史 他去讀法律系 畢業又不是要當兵嗎 他當兵阿扁的那個老師 忘記叫什麼名字 也是法律系的人 跟他他們就是通通都在寫那個志願對不對 那他就是寫說第一志願東藝 第二志願什麼馬祖第三志願金門嘛 那這個阿扁這個老師 就不是台大的教授嗎 他的第一志願是可能國防部 第二志願可能什麼 第三志願可能什麼 總統府啦 可是第一志願總統府 第二志願可能國防部 第三志願就是反正都是在台北市啦 那一分發的時候呢 這一個呢就會分發在總統府 就是或者是在國防部 就是在這 結果李鴻喜被叼到金門 那我想他這樣講的話一定是有 我們可以去查查就知道了 我是沒去查 那如果各位覺得這個老先生有沒有講錯話 或者講的是不是真的 那大家可能可以去查一下 應該是可以查得到的 那結果其實那個時候吧 還是戒嚴時期 所以他一定會不會想想說 我有什麼目的 我是中擁愛國 或者是我是什麼 我就先跑到前線 他就覺得你很愛國 搞不好就把他搞到 最就是在台灣本島最重要的位置 在中間他還講了一些那個 但我們今天就不在這邊講 就是因為他這邊結束以後呢 他就發現當兵裡面有很多的 因為戒嚴時期有很多的 不是你讀法律 你要去那個判人家有罪無罪 不是他自己可以決定的嘛 對不對 他自己的看 有罪的可能是要釋放 無罪的可能就是被在那個時候 所以他就覺得他學法律幹嘛 他就離開了 就是可能兵當完當當完他就走了 就沒有繼續再留在裡面 那然後他後來就去到日本去讀書 然後就讀電器 然後他說Panasonic這個牌子 這個名字 這當初他在日本讀完以後 松下就找他去上班 他就在松下上班 在日本上班 日本上班 他從法律直接跳到電器 其實兩個其實跳得是蠻差的蠻大的嘛 然後他在松下上班 後來日本要進台灣推 要找經銷的時候呢 是他進來的 然後他來面試所有的Panasonic的經銷商啊 什麼什麼 這樣一個老先生 其實很多他的 他講的歷史 那個就是整段那個 他的人生歷史也非常精彩 那有很多的訊息是他告訴我們 就是從他從讀書 然後到後面他的人生這樣子 然後把他這樣子的一個經歷照出來 所以我們現在我們所知道的 就是說像在建國一村裡面的那個防空洞 日本海軍就是那個神鳳特工隊 他的通訊司令部的指揮所 那他是作用也是他去幫我查到的 我們才知道原來是那個 要不是建村裡面很多的歸史防空洞 這個像那個是水塔 水塔為什麼要叫水塔 水塔是說因為37年我們國軍進 空軍的人進來以後 開始在規劃眷設的時候 這個裡面還有抽水機 水塔 因為它水塔它是下面很大的 這個裡面進去可能它裡面的直徑 可能就差不多有這個 差不多有這個 這個現在這個亭裡面了 一個那麼大的一個圓 裡面很空蕩的齁 然後那個磚壁都是雙磚那種 都很厚的磚一直到上面 然後你看到頂 這個頂子這個還要高齁 就是水泥頂 然後就有那種那麼粗的大鐵管 有個通管通下來的 那外面就有那種小鐵 有那個鐵這樣就可以爬到底 然後水是從水是在上面 然後在下面它是有那個抽水機 就是把水打到上面 然後再有水管 然後再接到醫院 然後接到所有的房間 那為什麼呢 今天我們在討論這個歷史就是說 它因為很多當初新吉里啊 或者周邊的農民還在那邊種田嘛 那種田那時候 你知道明光三十幾年 日本又這樣敗了以後 那些金銀銅鐵就是很值錢的啦 對不對 那就大家就會去挖 反正沒人要的 沒煮的嘛 就會去挖嘛 所以那些水管呢 抽水機太重了沒搬走 所以三十七年流道的時候 空軍來的時候它還在裡面 後來怎麼不見了你不知道 那可是那個在田裡面 經過所有的輸水管那些鐵管呢 全部被農人挖光了 然後拿去賣錢了 所以是那些農員講說 他們小時候就是在挖田裡面的水管 所以是從這樣子的去考證說 今天它這個水塔的功用是 當初是工藝眷村裡面 日本時代的那些眷戶 那個他們的那些後勤人員所居住的 那個自來水的功用 那為什麼現在有很多人會把它列為高炮塔 因為228事件的時候 它也有就是在 就是那個地方也有發生一些槍戰 可能有啦 因為我也沒碰到沒那麼多 就是可是那個水塔上面有很多的那個 苗藝 彈孔 那那個老先生是跟我講 那個彈孔不是機關槍的 因為它的彈孔的那個 你那個子彈打出去以後 它不是裂開嗎 裂開的那個孔徑 我們從下面這樣看到那個 很高 很高的那個水塔上面那個壁 它有一面很多的彈孔 另外一面 其他三面就比較少 另外一面很多彈孔 那個彈孔的那個你去看它那個 就是我彈打出去它一定會炸開嘛 它的那個面積很大 如果說是子彈 機關槍的子彈是比較小顆的 所以它即使散的時候 它的面積應該不大 它都是很大塊很大塊的那個 那這個老先生就去幫我查說 它是那個時候美軍有的那種叫機關炮 所以它炸出去以後 它那個炮的那個彈就比較大 所以那個水塔上面有很多的那個孔呢 就是用機關炮去打的 可以證明的一點是說 美軍確實有在那邊紅炸 是因為在這個水塔的後面的田裡面 就是有兩個日本時代那個 就是美軍丟下來的炸彈炸的那個坑 那個龍員因為炸的坑炸下去 有那個土坑很大嘛 那個龍員都不只從那個裡面 挖土擠下來一點點 所以那個坑一直在 你看我二哥是在裡面淹死的 所以我們小時候就說 我們知道那個坑的時候 從一直傳過來就是說 那個坑就是美軍丟炸彈炸的坑 那因為它旁邊有水塔 它周邊是那個 所以美軍也是都時常在那個附近去丟 當然機場那邊也有 那眷村這邊也是有的 那可是2228事件呢 它可能就是說比較靠近不會正 然後它後面又是台塘鐵道 所以它也是2228事件的 相對的是他們的一個戰場 所以就是說有很多的 就是從之前到現在 其實它有很多的歷史重疊 在這塊土地上面 我們現在就是說 因為在這樣去做 就是你去聊聊講講 然後後面它就慢慢慢慢就會挖 慢慢挖掘一些東西出來 那這個張先生現在也在裡面多了 沒有 有在台北 在台北 那他現在還活得很快樂 很好直升 為什麼還活得很快樂 有經濟啊 因為聽起來他經濟應該不錯 是不錯 而且還有呢 他現在還是每一年帶床 到日本去做高齡乒乓球比賽的那個人 他自己每一年都去比賽啦 然後那他又是在教那個 唱日本歌學日語 然後他下面的那些學生呢 有好幾十個 那他唱日文歌叫學日語呢 他都是唱日文的老歌 因為他說日本的老歌 其實才有那個味道 流行歌曲他不唱 就是唱日本老歌 然後唱歌這個時候呢 你打電話來 什麼時候什麼時候可以打 其他時候不要打 因為如果他明天有課的話 明天要教課 他今天 要準備 他要準備 因為這一首歌裡面的意義是什麼 他要去找很多的資料 然後去把他講出來 學生來的時候 他就會教他們 就是你唱每一句 每一句的意思是什麼 然後怎麼樣 那他這些學生都希望他能夠帶團到日本去 因為 他比較少 一方面比較少 另一方面他教做日本歌的時候 就是那些早期的日本歌 就像我們現在早期的台灣台語歌也是 其實他有那種歷史背景跟環境是 你可以去應對 你唱的時候你有那種感覺對不對 不像現在什麼周杰倫唱那些歌 你聽了以後 你就知道他在唱什麼 就是說老歌有韻味在裡面 而且有可能是真的有故事在裡面 那這些人聽聽了 哎呀那個 那麼好的時候就偷希望 都希望他帶團 他說他才不要帶 因為跟那些婆婆媽媽去很累 你知道 遇到就很累 那他年輕的時候也是台北人還是在 他張大人 張大人 對 我就問他你為什麼要來考這個 神風特風隊 就是去摘飛機 要考的啊 不是要 考這個要身家調查量 你家裡面是不是全部日語 日語 日語 全部都講日語的 你的身家背景是不是很清白 然後怎樣怎樣 黑五隊還想要去補這個還不行 所以他應該有日本名 蛤 他應該有日本名 他應該有 可能有你問他 因為他講我也不記得 因為我沒辦法清了這種名 就是說他如果在那邊 他一定有日本名字 而且他還去日本讀書 又讀了那麼久 一定有 那只是說他的 他們要去讀這樣子的一個 讀日本的這個的話 他一定有一些調查 他才可以去考 那只是他說 當初去考的時候 只是想要說 那我是不是 只是去學一個第二專長開飛機 那時候日本人也會告訴他 他是要去摘飛機 炸船的 所以他們只是去考 只是想要去學這個專長 好歹就是說 我剛剛講到那個公共電視的記者 是講說 他們去日本訪問的時候 有很多的信、書信 就神風特工隊 摘飛機以後的那些信 是從府尾這邊寄回去 是從府尾機場寄回到那個日本的 就是決別信 因為他從這邊一旦被派到宜蘭 或者是花蓮要出任務的時候 就沒有機會去寫信了 因為他就直接要什麼時候出去都不知道 所以很多人在信從這邊 所以是可以印證說 我們今天在湖尾這邊 是神風特工隊的初級訓練基地 那你說有沒有跑道 有沒有什麼 當然有 因為後來空軍進來的時候 湖尾從38年到差不多48年 這段時間 岡山的空軍官校的初級飛行訓練 是在湖尾 所以他是有跑道 他是所有有機場的 那後來差不多48年 所有的初級訓練 全部又掉回岡山 因為這些也都有照片 我們在手上都有照片 他那又掉回岡山 所以湖尾機場 才擺了空軍新兵訓練中心 那他那時候跑道 所以機場的那個並沒有去擺 感覺一直到民國95年 全部倦分的人搬走 機場的人 後來改為防炮司令 然後後來改為什麼防炮警衛 然後全部裁撤 就空了 空了以後呢 機場的那麼大片土地 跑到現在被挖掉了 現在我們要把他搞個什麼藝術 藝術什麼林區 還有什麼布袋系 船石中心 就是那邊 就是那邊 然後呢 裡面有三分之一是 就是台灣大學的院區 那有三分之一不知道是 就是這個布袋系 所以就要預定高鐵站附近這樣 對對對 所以現在那邊已經 幾乎也都被破壞掉 只有故事在啦 故事還在 對 可是我們管不到那一塊 因為我們眷村都還沒管 所以我們也管 那你現在眷村這邊準備要給他 我們現在做眷村保存 對 那現在已經爭取到了嗎 我們當初是爭取兩個村嘛 建國一村跟二村 因為建國一村的裡面 就是說我說建國一村有那個 有他真正上班的那個 有規所嗎 二村就沒有 因為二村都是教官的宿舍 那我們當中是希望保存一村 可是縣政府的考慮跟我們不一樣 所以最後的定案是保留建國的村 那建國一村是 現在還是屬於國防部所有群 那可是也不能說完全定案 因為縣政府在變更土地 跟所有的那些動作 還沒有真正完成 所以他還沒有真正移國到縣政府 所以這個是還是未定處 那會國務部自己把它拆掉嗎 不想 應該不會拆啦 因為我們那塊地 不像嘉義 白山丁東門丁值錢 因為在嘉義四十年 你不想 即使被保留 他還在想 他不當他不能被保留 因為地太值錢 不過有個優勢 他就是農地 地墓是建地 然後他是特殊農業用地 特殊農業用地呢 就跟農地不一樣 農地可以蓋農社對不對 特殊農業用地你連農社都不能蓋 所以建國三村 建國四村賣掉了 賣掉蓋雲林第二監獄 所以建國四村也是全部都能的 建國三村還有一個空軍子弟小學 現在改為整個國校 就像你們這邊的治航國小 嘉義的治航國小 是以前的空軍子弟學校 那建國三村前面賣了一塊地 賣掉了 現在還在打官司 因為特殊農業用地 擺了一會 結果也不能蓋房子 也不能幹嘛 錢也砸進去了 怎麼辦呢 不知道怎麼辦 就不能處理啊 建政府又沒給他辯的 所以他也不能用 就是擺了 就耗在那裡 那建國我跟國防部聯絡 國防部就說 要地要賣也很難賣 就是因為地墓的關係 要賣也很難賣 因為沒人會買 因為買了一會 你除非做大規模整體的計畫性開放 要不然你就不能用 誰會去買一塊地 嘉義跟鋼山的 鋼山省村樂省村 像張成光住的他們是省村 也是在鋼山鎮 就像嘉義市裡面 在鋼山鎮的中心啊 對不對 他那個市區中心啊 鋼山鎮公所高雄縣政府就很聰明啊 把它列為公園御地地 國防部也賣不掉啊 誰要買公園御地地 都市計畫裡面嘛 這就是 反正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你要怎麼去 你要從裡面怎麼去 去變 那胡偉現在就是說 他要賣 他也賣不掉 土地面積很大 一個村十幾公頃 可是 沒人會去買他 高鐵蓋不蓋還不知道 如果高鐵蓋那個地值不值錢 值錢運就 兩公里的 車程就到高鐵運定地了 可是問題是說 欸 這就是很多的問題 你知道嗎 因為買了也不能 也不能怎麼樣用 賣了 他又賣不掉 就是就靠在這裡 所以國防部線也像是 所以我們來做保存 最喜歡 我們來做保存 我們也覺得 欸好像有希望 可是又好像 沒希望 就是我 說老實話 我回來兩年了 搞這個眷村 我也覺得好像 好像有希望 然後高鐵蓋是說 你回來只要全職兩個月 把眷村保存下來 我現在已經回來兩年了 還沒定案 就這樣子 不過我到寧願乾脆一點 像嘉義這樣子 你要嘛就OK 要嘛就不要 對不對 這樣子我們也要耗在這裡 青春就這樣耗在這裡 你看看他 看我看他小養媽 哈哈哈哈 開玩笑 哈哈哈哈 好吧 這個問題作者 有沒有人要繼續跟他討教 我覺得我後面講的太 大事 就是後面的那個 是比較 所以應該是主軸還是回到 就是他裡面有一些那個情節啊 嗯 比如說那個小孩子搶甘蔗 去開到保證的頭 對 然後或者是就是女主角去 偷那個甘蔗嘛 還有那個警察 不是會罰農民 就是貴甘蔗 這些是真實 就是你聽到的口述歷史 還是你只是為了就是 凸顯那個日本人的政策 所以你化成那個樣子 日本人的刑法是真的 就是 嗯 只要是老一輩的老人家 然後講 講台語 然後 很順的 就是比較 那時候 然後不太會講日文的那一些老人家 那時候 在日子時代比較中下階層等等 你問他 你講 三個字的 關鍵詞 就是打卡丘 他們一定會知道 就是 我不知道這翻譯成 國語要怎麼講 打卡丘就是 如果說 就是那時候 日本人會 徵收 稻米 然後糖 還有甘蔗 所以不能夠留 那有一些農民啊 我去訪問 我就發現說 原來大家那時候都會做命 只是 日本政府 那時候不知道 就是他們會把糖跟那個 那個米啊 他們會藏在那個 每一戶外面的 有那個稻草堆嘛 那個 那個稻草堆的一些堆 然後他們會把它藏進去那個裡面 那 那是大家一個共識 其實大家都知道 藏在那個裡面 結果我每個老人家都說 藏在那個裡面 可是日本政府不知道 那如果被 不小心被抓到的話 日本 警察會 動詩刑 就是拿 一根 一根竹竿 然後 嗯 蠻粗的竹子 然後就叫那個 被抓到的人 會叫他跪著 那跪著的話 就是把竹子 比如說跪著嘛 然後把竹子 放在他的 小腿的根部 根這裡 放在這邊 然後叫他跪著 然後警察從這裡踩下去 然後 很有可能那個 大腿子就會當場斷掉 然後就要躺在床上 那幾個月 那是真的 就是有一個人 被 被處罰過 那像這裡面 一百頁的故事裡面 那個整個故事的主軸 是用女主角 從頭串到尾 對不對 那 那個女主角本身是代表一個 我們年輕人的意識 跟一些比較中下階層的農民的疑惑的心情 那但是這一百頁的故事裡面 是由十二個事件 串成的 就是大家回去可以看 我在第一百二十一百二十五頁的時候 這邊的文字稿是我整理的部分的田野調查 就是這裡面的 從第一點到第十五點 就是寫下來都可以在漫畫找到相對應的真實的事件 對 謝謝 那還有大家有任何的問題嗎 那就是 因為就是 那個 女主角是代表那時候的年輕人的一個疑惑 上次代表我們現在年輕人的疑惑 喔 對對對 那就是說 當時真的 日本人下令說要搬的時候 那 保證是怎麼跟那個村民 就是實際上 有沒有發生什麼對話 還是說 保證有做了什麼事 真的是 供掉那個條啊 之後 然後村民才開始 發現說 喔 原來就是 大家都是一起的 就開始 有這個 那個時候是 日本人如果說這塊地我要 的話 他就插一個題子下去 然後呢 就公告全村的人 然後 或者是保證去帶 去跟村人說 這塊地要被掙走了 那剛開始大家會哭 就是 會覺得 我才不要搬離這裡耶 就是這個政策太誇張了 怎麼會這樣我們整村都搬走 所以有些人就是哭 然後有些人就不願意搬 然後有些人會 就是 會很生氣 但是就是 沒有人敢 真的起來反抗 那種心情 那種心情這樣子 所以就跟 就跟這個女主角一樣 她就是 很想反抗 但是她沒有那個勇氣 就是想反抗 然後 又沒走 然後又不敢 又不敢 就是 不想要 乖乖的順從 那種心情 真的有人放牛到處跑這樣喔 所以那時候 晚上的時候 就是保證 一家一家去說服說 那拜託我們就是 真的要搬 因為這是一整個大十四所區 那所以就把各個中間的一些小困難 客服完了之後呢 警察那時候是規定他們 就是 裡面畫到的搬家情結 大家會注意到都是晚上 就是 警察就說 好那我們現在三個月內 要把六十八戶的人都搬通喔 那但是 欸 但是如果你們都認真搬家的話 太浪費人力了 你們要早上去 進盤喔 啊晚上再搬家喔 呵呵呵 所以那時候的人是 早上的時候 就很努力的 趕快趕快 種完之後 到了晚上的時候 大家就要挑油燈 然後比較沒有錢的就是火把 然後就是 更沒有錢就是 抹黑 讓那個 村長就是去 去分配說 今天比如說 丁家 王家 臣家 去統一去搬丁家的房子 那就把那個 在廣告署拆一拆 搬了之後 一起搬過去 可是那時候是晚上 然後 那一個時候的時節 甘蔗是長到西北的地方 所以很多懷孕的婦女 走到甘蔗田 因為那個 陰天嘛 然後又沒有月亮 就是走到田裡面 就會跌倒 然後一些會哭 然後牛會亂跑啊 鴨子兒亂跑啊 那些都是真的 呵呵呵 失控的場面 對 所以那個保證他才 只有二十歲 就有辦法 扛錯整個場面 我覺得非常的厲害 請問一下剛剛影片裡面 有一段是 模擬那個 那個 扛那個豬 那個對光阿祖的畫面 那個畫面是 一個儀式嗎 還是說 是什麼拍來的 對 那是在那個 就是那時候 魯阿姨跟我們講的 剛開始 我們跟魯阿姨 還有高阿姨認識的時候 那個 就是要把 對光阿祖的那個 後必療的房子 就是要心急裡的 回娘家的一個活動 所以那個時候算是 明明的機日 就是請 蘇智芬縣長 然後明明的政黨 那時候還是 候選人 就一起 當作是一個儀式 然後呢 來紀念這塊 列歷史 然後整個搬過來 所以是真的把 從後必療 搬到心急裡 然後搬到 大家都這樣 呵呵呵 非常的累 就會知道說 那個時候 六十八戶都要搬過去 我覺得那真的 如果在現在 早就變成 國際性事件 呵呵呵 像那個時候 就是連我們胡來 都不知道這件事情 都默默的搬過去 嗯 像那一次 那個 那一次我們 就是 我說九八年 九一二十六號 雲年古蹟日的這個活動 那當初在搬的時候 就是說 那時候 跟文建會 爭取到一部分經費 然後就 差不多 四分之三的經費 都去 做的那個主管屋 就是你們剛剛看 在影片裡看到 搬的那個主管屋 可是因為 那個光的主管屋 那就是仿造 當時的 他的那個 結構嘛 做出來以後 還不敢去 攪屋頂 然後還不敢去攪牆面 因為攪下去 就搬不動了 剛才那個空屋 我們都找了二十個壯丁 去搬啦 可能還不止 因為那天人一大堆 大家通通都去搬 還不止二十個壯丁 就去扛那個主管屋 然後從 借國一村的籃球場 然後從那邊搬 然後 繞那個路 繞那個路 然後從 然後 以前他在搬 是也沒有拆些那個 路邊 對啊 以前的搬有兩種方式 第一種就是 把那個 因為那個 就是那種 泥土牆的話 外面都是 那種牛糞啊 然後一些稻谷啊 比較有錢的話 會用糖 來增加它的黏稠度 然後就把它全部敲掉 敲掉了之後剩下 竹子鞭 就是鞭成這樣子 那種竹子 就直接搬 然後還有一種是 把它拆成四片 就是四面牆 拆成四片 搬 可是因為 沒有辦法每個人都拆成四面牆 所以很多都是這樣子 一整棟這樣 哇 然後就搬過去 再搬起來 在廚廳 弄那個土地上去 所以那個時候 有錢人更可憐 就是那個 那個時候 窮人是這樣子 弄弄弄弄弄 就說好 然後從後備亞當班 到星級 夜晚上可以睡覺了 就有家可以睡 可是有錢人是 整阿廚 所以他們整阿廚 啪啪啪啪啪 弄掉了之後 他們到那裡去 什麼都沒有 就是要重新再 可是整阿廚 因為 在水泥弄下去 就定型了 所以沒有辦法再重蓋 所以他們那個時候 就是 那個保證夫人阿 他在回憶的時候 就會影框犯淚 就是 他們晚上都要蓋那個 棉被 有錢人家有棉被 可是沒有用 就是一覺睡醒來之後 發現棉被 全部都濕透了 因為盪斗住 因為入水 全部都弄濕了 這樣子 就是那個時候一個 很特別的過程 就是剛聽你講的這一段 就是說那位先生的歷史 就是 以國光說這是一個事件 而且已經 就是我們已經感受到 當時的一些憤怒之號 對 那我想說你當時候是怎麼會 就是說覺得 這樣的一個歷史 你才能 它可以變成 這樣的 就是有勇氣 做成一種那話說 有時候就是 剛開始是 一股 衝動 跟一個 直覺 想要去做 然後摘進去 才發現 難幾段 因為就是那個時候 我會去 深入去了解這個故事之後 我會發現說 像 我剛剛講的 68戶人家 把房子搬起來 然後搬到另外一個 村子裡面 就整個 整戶邊 很像是整個村子的人 連根伐起 然後放到另外一個 安置到的地方 這是可以拍電影的 甚至可以做動畫 就是整個 整個國際性來講 都是一個 非常特別的事情 可是 卻因為是一個 很鄉下的地方 一個很高壓的 就沒有人 沒有人 覺得說 它很重要這樣 所以現在再來看的話 會覺得說 好神奇喔 怎麼可能那個時候 會發生 那樣子的事情 就是 用理智想的話 應該比較 可能發生在奇幻世界的事情 這樣的事情 在別的地方 裡面 很少欸 很少會 很少會因為要 蓋一個 基地 然後又整個 搬起來這樣走 然後再加上說 嗯 我是覺得說 如果這個漫畫 創作出來的話 大家知道 是這段歷史 但是它紀念的 絕對不只是 這段歷史 而是連後面的 卷村 然後連後面的 就是 卷村在中間的一些 捐制地地 都是可以 很好的發展的潛力 所以才會覺得 想要把它 畫下來 然後又剛剛好說 就非常的剛好 怎麼會在 大學的時候 然後剛好 跑到雲科大 然後在雲科大 念書的時候呢 又被 老師發現說 欸你筆記做得很漂亮 不然來畫給家鄉的故事好不好 呵呵 這樣的機會 好像一輩子也不是太多 就會覺得說 不然 好好的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身為大學生的本錢 就是 還不用那麼快 為了錢去 衝刺一件事情 所以會覺得說 想要用 自己的能力 然後 一次就好了 就是試試看 有辦法說到 對啊 一次的話 可能要砸入三五年的時間 呵呵呵 兩次的話 我可能就快三十歲 呵呵呵 呵呵 就是試試看 至少做這麼一次 然後好好的 把一件事情 不要為了錢 去把它做到好 不要那麼的 去計較 的去做 然後只要能夠 產生一點點 推動力量 我覺得 對身為一個 當時 十九歲 然後走到現在 二十一歲的 我來說是一件 很值得的事情 對 但是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覺得 很難得的是說 我發現 我 貢獻出來的 可能是幾年來的 田野調查 然後 跟老人家的 訪談 的一些資料 跟這一百頁的漫畫 可是 老人家跟很多長輩給我的 啊 是我用再多的錢 都沒有辦法 換來的 龐大的資產 這是我最大的收穫 謝謝 謝謝 好 所以接下來就是 再搞一個動畫 囉 把這一個 再整個動畫 這個 如果說這樣 我畫這樣子一格 可能要二十分鐘的話 然後這一格 要兩秒的話 一秒要畫二十四張的話 兩秒就要畫四十八個 所以你可以先玩 只踢一個 找助手 找助手 其實那個 如果就像 剛剛講到說 在眷村之前 就是被 被破移民的那些 當地的住 其實 你書記如果是對照嘉義市 那個 水潭工運機場 你再對照更早的 你會發現在機場之前 只有大概 村莊 是兩床 可是機場成立之後 那種莊不見 那也就是說 那個 在 這是 在機場以前 對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是蠻 蠻特殊 就是 雖然很多地方這樣 可是這個地方的歷史被保留 就是 眷村 這是軍事基地 之前的歷史被保留下來 那可是嘉義這邊好像 幾乎沒有去 太好這方面 沒有 一不一也想到 對 都沒有到 然後再來就是 今天雖然來了兩位 一個是講 就是古代 一個講一下眷村 不過是中間還是一個很大的 就是日系時代 那個 那個戰爭那個時候 那 因為剛好前一陣子 就是我兩天前我去那個 這應該就是 不是那個 我是去做演講 然後被逼了 然後去找資料 找那個嘉義水上機場的資料 那機場資料 你如果找台灣的資料 你絕對找不到日系時代 什麼時候蓋的 那後來 就是被逼了去找那個 日本雅富的資料 才找到 他是1936年12月 成立那個 日本那個空運第十年貴 那我覺得可能 在資料方面的收集 應該要從日文資料 可能不要從Google 你要從雅富的日文資料去找 可能補衛 應該講到補衛 應該剛剛講說是屬於海軍航空兵了嘛 也許可以找到相對應的 因為我找到那個資料 他是有一個 日本有出一本什麼 第十四連隊史的那個東西 然後他就有提到說 這個機場是從 比如他是從 靜鋼基地 陸軍基地 過來派過來支援那個 整理轟炸機基地的 他就有一些歷史都展遷出來 然後我想 特別在你的帽子裡面 幾乎那一塊 就在那裡結束 那你們這些軍事也是 就跑出來了 那兩個站在那邊的 對話性稍微也不足了 那如果這方面可以再 再把它補齊 我覺得這個歷史會非常完整 然後第二個就是 再講到說 精華地區的軍事都不見 其實有一個特例 台北四十南村 這是在最精華的地區 那當初 一開始的原因我不太記得 總之他有經過一個市民的淨土 然後後來市政府直接去執行 然後有留幾個指標 因為我有去參加那個 那個常態展示館的 室內設計跟那個佈置的 那我覺得 也許在這個取材經驗方面 可以從台北四十南村那個地方 去找說他們當初可以保留下來的原因 然後他們的一個 是不是有比較獨特的歷史 或者說他們有用什麼方式去 推動這一段的那個 精準保存的那個 我覺得應該不至於說 一定拆光光這樣 我覺得不至於 對 我覺得他們可以 謝謝 我再想要補充一下 就是說 胡緯眷村到目前為止 基本上應該怎麼會被拆 就是這兩個村是不會被拆的 那 因為二村是已經 國防部核定七名 全省七名保留特徵的一名 那結果一村為什麼不被保留 那結果一村為什麼不被保留 先生府第一個經費不夠 第二個呢 他也打得無意算盤 因為如果要保留的話 他必須要撥 呃 百分之四十個土地 就是說他要變更土地 如果是 眷村是農地的話 如果是嘉義市是都市計畫區裡面 我原來蓋三層樓 我給他搞成蓋八層樓 他是不是價值就增高了 所以他去做那種都更 就是變更的時候 容積率什麼的 建律 那些把他去調一調 然後那個價值就ok了 然後他就把他轉 他就可以去把他 那個價值就是抵銷過來 可是湖偉市因為是農村的農地 農地裡面他在怎麼變 我如果說是本來都是平房 我去蓋個三十八層樓時候 沒有人會去那地方買房子你知道 因為太鄉下太偏了 所以如果要這樣子的話 縣政府要變更這筆土地的 把農地變為建地 讓他有價值 第一個 那不知道什麼時候 那個地方可以蓋起來 第二個就是說 縣政府要花很多錢 國防部總共四億的經費 那他分成如果十個眷稅 一個眷稅也不過四千萬 如果縣政府為了要變更這塊土地 他就得花個兩千萬 他才不會去做 因為就沒錢了 因為剩下所有的後面的建設維修 全部都要縣政府去出錢 國防部就是給你這一筆 或就再也沒有了嘛 所以他也會去考量 所以他現在就是要等到 這個眷稿條例 國防部的眷稿條例結束以後了 然後他就會回歸 把所有的土地回歸到國有財產局 縣政府在去從國有財產局呢 把他爭取下來 可能再做為什麼公園預定地啦 再做為什麼預定地啦 他只是以另外一種形式 去做保留那個區塊 可是可能不是眷村文化園區 因為眷村文化園區 從國防部那邊所評選下來 他必須要做眷村文化園區 他就不能去做別的 如果做別的話 國防部就收回了 就要把那個撥的錢也要要回來 他如果用另外一種方式 從國有財產局那邊拿回來 同樣是他的地 同樣是國家的地 他愛怎麼搞怎麼搞 你知道嗎? 所以他是用不同的方式 古偉來講應該不會被拆掉 應該是不會被拆 所以那可是你剛剛講到四四南村 我有去泰國四四南村 我在幾年前去過 我那時候還沒有回到雲林 我之前都在台北 我去看了一下繞了繞圈 我就出來了 可能對你們來講 你們會覺得很新奇 我們在眷村長大的人 我們就看 換換我們就出來 因為覺得沒什麼好看的 他就是一種髮髮房子 擺在那邊 歷史你不知道 故事你不知道 所有的照片跟你沒關係 你去了以後 那種很疏離的一種感覺 即使我是眷村人 我都覺得很疏離 你們去了 你們會覺得他有生命在裡面嗎 所以我為什麼說 我今天我們要在虎偉做眷村寶城 因為他的腹地夠大 四四南村沒有腹地 他又是保佑那麼一小塊 他能怎麼去利用 他不能利用 我們虎偉眷村如果寶城了 建國一村如果被 雖然不做眷村寶園區 我可以把奧比亞聊的那個 地瓜廚 我就坐幾棟擺在裡面 以後大家要去虎偉玩的時候 你不要像西手住小木屋 你到建國一村來住小竹屋 不是很快樂嗎 對不對 我們是說 我們要做的 我們是保留歷史裡面 我們讓它怎麼活化那個區塊 而不是死死的只是那塊地而已 那沒什麼意思 就是我這兩年在做的時候 我有一個想法是說 我剛剛就有講到說 文化裡面 是以軟體而重 因為那個才可以傳承 議題實際上以傳承以後 其實黃的和黃的到現在 看起來這個話題我們 改天會 四四南村我自己有強秀過 裡面真正的英雄是一個外國人是康底 一鬍子到一鬍子 他覺得這個四四南村是失敗案例 那我想也不多談 那這個文化保存如果那麼簡單 我也不用一家事 對啊 我以為我不會再拐 所以要他們自己的人 要有策略 不是這樣 如果改天 如果民進黨壯大之後一定會回來 我可以給你保證 我覺得 如果是我執政 我也是會牠牠牠牠牠 你會不會當兵啊 你會不會當兵啊 所以絕對沒有理所當然保存 不過說老實話 這句話是事實 因為我在回來做保存的時候 眷村大叔會保存 為什麼要保存 因為他都歸他朝2013的隆國 因為眷村的土地很大 所以要趁現在趁現在趕快去 他不是真的要做眷村 憲政府另外的打算 那是因為 國防部拖了兩年 在搞農國 好 那個沒關係 那個還有 都一本 還沒有錢 好 這本書還有沒有其他話題 要趁現在沒有 要趕快來 謝謝 我這也連累很久了 哈哈哈哈 我是沒有 我是有一個疑問 我們是 1943年 差一人 我們搬走了 後來不是 兩年後日本人就走了 對 那時候才兩年而已 所以他們不要想回去 可是日本人帶好快 那個心急也不要帶起來 呵呵 所以他們很快人在那裡 現在那個地方 他們應該對那個地方來見到說 那這本來都沒有 那他們沒有說 那這本來走了 就想回去 應該是說 他們會想一下 可是緊接著 國民政府就住進來了 國民政府就住進來了 很快 一撤退的話 國民政府的家屬 你去幫他來接收 對 對 就馬上就接收 就住進來了 然後再加上 因為那個 心急里那邊變成 兩三年內變成一個很模範 全國模範社區 他們那個時候說那個 土地啊 因為那時候沒有瀑布有入 那土地是連一塊 結成一塊的土塊都沒有 他們都會把它磨碎 然後踏得很平 然後連什麼蚯蚓啊 什麼都沒有 然後各國 吃到在土地 對對對 各國的元首都會來參觀 所以他們 心急里的人民很 變成很以心急里那邊回籠 然後對 對阿比亞良那邊 就是眷村那邊 變成一個懷念 而且那邊都變成軍事基地耶 如果 他們已經累過一次了 如果要讓他們再搬回去 再把軍事基地拆掉 再注意去會不會累 你怎麼會覺得每次他玩家 會不會想要的 有一些人也會這樣子唸 可是也是唸下 因為再怎麼樣都沒有辦法 再回到當初 我覺得那就是歷史的一個 就是一個必然 然後整個遺憾這樣 因為再怎麼樣都沒有辦法 回到當初就只發佈 很開開心心在那邊 而且時間只要過幾年之後 各個不同的聲音就是好 對啊 想要留在那邊的也會很多 不過那個 畢竟現在 也不是說賣給一般的私人 還是 沒有說產權 所謂的國家 那現在連民眾也都還滿多土地了 可是如果 如果心急里有去搶土地的話 今天盧阿姨就不會在這裡 沒有 所以盧阿姨要回去聳動大家來搶土地 環瓦土地 如果要搶的話我會先搶一塊 如果 如果 如果是 這裡可以搶的話 那 台糖也要崩潔 台臉也要跟著 那中油也可能會淪陷 因為那個 所有的地都是軍方 過去的國營都是 之前阿 之前阿 如果 不可能 那個 不過也是壓力不夠而已 也有可能 那你去找看誰有那種 所有權狀阿 古早 有可能告錢 後來又動 所以又保險 可是也有可能 像我們在 講後壓 沒有像我們在 我們住在裡面的 有些人他有 可是只是耕地 就是 軍方弟弟他會有一些細地 細地的你有耕作權 可是你沒有所有權 沒有權狀 沒有權狀 可是 有使用權 有使用權 可是你沒有所有權 那你說要再回歸到 心急裡 當初他們的那些 我想 日本政府也不會那麼傻啦 把他們幹走以後 然後那個 他不會去 他一定有法律上有做 他不會去處理那一塊 然後讓他 產生一種 模糊的那種地帶 應該是不會 所以他們應該是 都有 都有去處理過 然後 要身為一個漫畫愛好者 還不理漫畫的 像 哈哈哈哈 臭臭 所以看你 在裡面你幾乎都是 你是用鉛筆打稿 然後直接上墨線 對 然後貼網點 對 網點的話 是在Photoshop的處理 因為網點一張好貴 我要50塊 這樣一張 現在50塊 這樣一百 那 你用這個工具 原因是因為你是工業手機 因為現在目前用 通通用電腦 比如說用Coming Studio那種 把你家畫進去 你為什麼還會用這樣子 我是因為習慣 或者說你之前學的 就是這樣的一個東西 那 因為我每一個階段 創作的方式會不一樣 就是從我自己習慣的下去著手 像我這本書更之前的話 我習慣完全手繪 然後完全手繪的話 就是包括網點 因為 我創作 開始嗎 對 最剛開始的時候 然後 然後 到最 在 到了高中 大學的時候 開始練習用電腦的時候 像這種 網點 這種灰色的話 就會進去 那個Photoshop裡面用 那像暑假實習的話 就有上台北 就是上台北去 漫畫家底下 當助手 那當完助手的話 就開始訓練自己 全 電腦畫 就是從草稿開始 就在電腦裡面的 Coming Studio 所以我現在畫漫畫畫 就是訓練自己 有關係 可是我剛剛看影片裡面 你好多段是用 用當助筆那一類 喔 對啊 那就是在我 19歲的時候 還不是畫這本 所以這裡面並沒有 還沒有 是畫這本 哈哈 幾乎都是用雞筆 用雞筆 對對對 然後 大部分是用代針筆 代針筆 然後還有 G筆 跟那個 0.38 30 黑色的筆 所以你畫在 電腦上 不會再出 所以那時候很麻煩 就是說 我這樣子畫一頁 然後畫一頁 進去之後 要掃描 掃描進去之後 要拉高它對比度 把參考線拉掉 把參考線弄到